最近几天我们可以看见恒生指数序言就是在一般八千点的楼上非常的有力量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它每一天的成交也一天一天的减下去 所以我相信短期之内可能整个市场在往上走的动力会越来越越越 我相信在短期来说从技术向的分子来看 我相信下一个支持会在大概一万七千六百点左右的水平 这是上一次在技术向我们就叫一个向顶的讲话 而下一个支持会在大概在一万七千一百点左右的水平 就是在这个保利加通道的中道水平 但是短期之内我还不能看见整个市场的这个盛世日间完结 是调整还是一个盛世软节的 所以我现在还不能定论下去 我相信要再跌圈一万七千一百点的水平 这个时候才能够做一个决定